这是咱们一位粉丝寄过来的 这个镯子就是这里是碰到哪里了 然后出现了一个裂口 这位粉丝朋友说是想要用那个18k斤 给它遮一下 镶嵌一下 咱们现在去吧 然后看看镶嵌的成果 老板你看一下这个镯子 就是它这里断了 就是按照咱们发的那个图片上 然后给它镶嵌一下 可以 这成18k黄金色 对18k黄金 那客户认可的那个款式 这个如果想要它就 呃层次感的话得厚一点 层次感的复杂 应该能多一点 好 估计得个五克四五克 四五克 啊 啊 这个算下来大概是 五克斤六百多一克吗 六百多一克 足斤六百多吗 之前你不是说是八百左右吗 你都镶嵌下来八百左右做不了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做成这种款式的话 啊 得用竹筋 不能用刻筋是吧 刻筋也可以 但是你这个你想着的时候 好看就做个层次感 得出来 这个花朵都有层次感 没有层次感的花朵出不了了 这样简单包一下成本就是八百块钱吧 就是这种 你看 是不是 嗯 这种同样包一下就是八百左右 就这种包一下八百左右就行了是吧 嗯 你们所有的制图都是用电脑制图的 大大数的 有 有些需要手的 感觉好高科技啊 那让你来拿吧 是吧 对对对 我看一下啊 小伙伴们这个是时隔有10天左右了 终于把这个手镯取回来了 然后这个断裂处修复成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单子 这个手镯的重量是69.95克 然后用了1.4克的斤 斤价是505 工费是120吗 合计827 咱们这里算一下525 乘以1.4 乘以1.4 然后再加上120克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小伙伴们 咱们现在在这个自然光底下看一下 这18k黄金还是看上去挺精致挺亮的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小宝贝 要不然的话 一受伤就是八百三千的 好了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